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我们已经编制 编程好的一些源代码 我们如何去部署到我们的新的服务器环境当中 那今天我们讲的主要内容是项目的部署 那我们上一讲当中我们讲到我们项目在发布的时候呢 我们是分整体压缩包的一个发布和一个源代码的一个发布 那么我们今天就针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这样一种发布形态 我们来做一个部署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部署 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指示源代码的一个部署 我相信我上一讲呢我给大家留的作业 如果有应该是有部分同学会去做过 那么这一讲的话我们就针对于之前我们所学的 所有的这样设计到的一些内容 我们对load.js这样一个环境我们再一次熟悉 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如何去把它部署到新的服务器上面去 OK 那么现在我们到虚拟机里边 我们在我们原来的项目呢 是在opt server 下边的一个目录下边 现在呢我们之前我们在代码5里边 然后有一个release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release呢给拷贝一下 我们放到opt server 式的 我们放到load demo load demo的话 我们现在这里边建立一个文件夹 我们比如说是release gdrelease ok 那进入了这个目录目录的话 我们 我们先来把之前的项目的文件给拷过来 然后呢 cp 我们之前是在opt server 下边的 load demo 然后有个demo5下边的mocs 然后我们要把它拷贝到opt的servers下边的load demo 我们刚才命名了一个叫接地 对不对 ok 这个地方呢 是所有的内容都要全部 可以干rf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就有了这样一个文件夹 因为这个文件夹的话 相当于是所有的内容都是在里边 这是全包的这个 所有都在里边 ok 那么现在的话 我要发布它的 我们要把它运行起来的话 按上一张 我们说的 首先要进入一个接地 我们看一下里边的内容 进入这个文件夹里边 我们的内容已经看到了 看到了的话呢 我们现在要 原来我们是npm 我们原来是安装 对不对 现在呢 安装完了之后 它是不是要启动 对吧 ok 现在启动的时候报错 像我们用npm 斯大这种报错的话呢 可能 嗯 它的日志的话 它有一个内容 它会记录在这样一个日志里边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日志 啊 copy 然后呢 我们进来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边呢 是记录了所有的 我们出错的日志信息都在里边 啊 它 打印出来的消息 是我们启动了这个啊 启动了这个 然后呢 啊 运行了这样一个脚本 啊 这个地方 退出 好像这里边的话 其实我们好像还不能很好的去看到它那个结果啊 在下边有应该还有输出 OK 到这个地方应该是为止了 如果在上边如果大家不不便于去看到这样一个结果的话 我告诉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法啊 你看其实它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其实它是执行的是啊 你看我们在执行这个的时候呢 其实它调用的是漏的这样一个啊 所以呢 我们这里边呢 可以直接执行这一对代码啊 我们直接去启动这样一个啊 你看它说的是3000的端口已经在使用了 因为我们之前呢 这个端口我们其实是在啊 我们之前部署的项目其实是它还是在运行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去改一下端口就行了 对不对啊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如何去查找这些问题 OK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端口啊 改一下 我们改成一个 比如说我们改成3001嘛啊 啊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然后呢 那我再启动一下 我们再建一个 打开目录啊 我们是在这个目录下边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npm start啊 npm strt 这样的话 你看是启动起来了啊 启动起来的话 如果你觉得还不是很可信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是否3000要能够 访问起啊 3001嘛 啊 3001 然后呢 我们之前不是有moke 我们也不是有个JD API吗 对不对 啊 啊 你看哈 这些数据其实都已经出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如果我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也用这种啊 我们之前的项目当中呢 我们也是用的SU SUPER SUPER 啊 我们一样的 是这样 3W 对不对 啊 那么我们可能在新的项目部署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你们有的机器上边其实是没有 就是有的环境是没有安装的 比如说我们的 嗯 这种SUPER 这种啊 那么这样的情况上的话 那大家会根据提示 重新去自己再去安装一下 OK 那这个地方呢 啊 我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就是全包的安装 现在我们的项目就已经运行起来了 其实非常简单哈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来把里边不要的东西 我们给删除掉 比如说我们 NOTO MODEL我们是不需要的哈 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需要呢 就是我们现在去模拟一个我们正常在发布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是原的嘛 安装的吧 我们少了什么东西 我原来给大家说的 其实我们就是少了这一个 对不对 少了这一个 OK 那我们把这里边的东西给干掉 我们把ROAD MODEL给移除掉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NPM的这个日子给移除掉 现在我们看一下哈 我们现在这里边就是和我们之前啊 Express 我们之前哈 这里边就是这些内容 这里边内容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在NP在Express 然后呢点一个包的时候呢 我们所出现的一个文件夹锁 先进的内容呢 应该是一样的啊 只要说目录结构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相当于是这个目录已经所有的内容都有了 我们现在就要对它进行安装 安装了NPM 我们现在安装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在刚才删掉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里边其实已经在不断的包错 因为我们的一些包其实是找不到的 对不对 找不到的话呢 因为现在这一个它是监听我们所有的目录的目录 所以呢 我在这里边在进行变化的时候 其实这个它是不断的在帮我重启 现在呢 我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去看一下 它正常的一个 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的话这里边的包哈 在不断的在进行一个处理 那么它当处理好了之后 那这里边的话应该就是可以正常的运行 我们来 你不 来稍微 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因为连网的安装 这里边内容好像是过来了 但这个地方这样吧 我先把这个地方先停掉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类似像我这种 你npm install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一直就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样种 可能半天你都反应不过来 有的时候你不妨重新去 试一下啊 这样的话可能会 这样你看它好像就已经 好像是安装好了 但是呢 这个地方 哦 它说不能找到这样 这个模块 不能找到这个模块的话呢 我们说明这个 里边有一个npm 可能有一个模块 没有 那如果哈 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模块呢 他不是说没有找到这个模块吗 对不对 其实没有找到这个模块 其实我们在这儿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package package的json里边 大家也会看到 他会提到的一些模块 他说没有 merge description 就这里边可能是其他的一个依赖项 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是 可以直接把它给安装起来 但是你安装的过程当中呢 难免会遇到像我现在遇到这种情况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有很多种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通过现在我们这里边所看到的这种 你自己去加这种模块 那你不能找到这个模块的话 其实你去把这个模块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去 我也没 我们也是尝试着去这样 就这样一个处理 merge description 我们先复制一下 复制 等一下 这样我自己来输入吧 OK 这个地方就是npm 叫merge merge dscriptors 这个地方呢 他又说找不到这样一个fund handler 那我们再来吧 这个地方呢 其实大家 我这个地方 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可怕 关键是大家要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 这个地方呢 他还提示什么吗 你不能找到array fant呢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安装这个的时候呢 我突然停掉导致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地方呢 我也是给大家演示 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提示一步步的去解决 我们看到其实它里边缺少的东西 其实还是蛮多的 我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这种 我们根据这个 出现一个 我们去找一个 那么如果这里边出现的这种问题非常多的时候呢 我们不妨把刚才的我们这样一个unload model这里边的东西呢 我们给删除掉 删除掉 删除掉以后呢 我们再来做这样一个调整 这个地方还爆出了一些警告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这样干了 我们就把express model啊 我们全部给它移除掉 还是用刚才的一个办法 啊 -rf model models 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们再来mp 这个地方可能时间要稍微长一些 所以呢 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提醒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些操作的时候 可能会等待的稍微久一点 但是呢 大家还是要稍微有耐心一点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你这个也找不到 那个也找不到 对不对 OK 啊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地方已经安装好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访问一下 嗯 Mocker JS 它是可以访问的 我们再来访问到 嗯 我们的 JD API 你看哈 这个也是可以访问到的 所以呢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要说明两点 第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按正常的这样一个流程来走 啊 比如说 我们没有这个的时候呢 在原代码安装的时候 没有这个 我们通过安装 但安装过程当中我刚才给大家演示到了 如果出现类似的问题 可以有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个的话 就是根据这边提示 你到底差哪一个 那我就改哪一个 那去加哪一个 但是这样 刚才我在加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看到 你不停的再加 它还是不停的在提示 你有很多的包 找不到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你看哈 它这里边所依赖的内容哈 是相当相当多的 这些包 你看 就是说我们依赖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包 但是这个大的包里边 可能它还依赖于其他一些小的一些包 因为我们在每一个model里边哈 大家看一下 在每一个model里边 其实它都有一个packing的精神 啊 所以呢 我们 看一下啊 随便打开一个 你看 它这里边依赖项还有这么多 所以呢 如果你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你一个一个的去加的话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是不是 很好处理 那么 不妨就像刚才我后续操作的 你把load modus给干掉 干掉完了之后呢 再通过我们刚才这种方式来进行 来添加 因为我们在添加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网络相关的问题 所以呢 有的时候你稍微多等一下 啊 不要因为说 嗯 就很久很久 就除非 很久的时候 它还不 生存不出来 你可以重新把它停掉 重新来 但是一般建议的话 就稍微多等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 出现类似的问题 OK 那么现在原代码的这样一个安装 和整包的这样一个安装呢 一个部署情况呢 基本上也就到此为止了 那我们从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整个moco.js 从我们环境的一个搭建 然后到我们的 基础的一个课程 以及到 后续的一个 小的一个项目实力 以及到 安装 部署 整体情况呢 其实 这个系统里边 所涉及到的内容 比较多 但是呢 不复杂 这一讲呢 我对上一讲 上述的所有的内容呢 进行了一个 在环境方面哈 进行了这样一个 回 回顾 希望大家呢 在平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再去多熟悉 多去了解 好 那这一讲 我们就到此为止 我们接下来 在日文学 动上 我们接下来 哦 我们接下来